前北市都發局長黃錦茂 十三號被約談 從證人轉為被告 卻躲過羈押 傳出是他態度配合 還咬出幕後決策者 最後獲得五百萬重鮑 他就講得很清楚 他說當時威京集團的城鄉 來其實是有市長 是腳板下來給他的 所以其實當然 我相信他是涉如其重 傳出黃錦茂被約談時 有坦神北市議員 應曉威和助理 曾來拜會他跟彭震生 但拜會地點跟時間 他卻說忘了沒印象 他以私有功稱是柯文哲交辦 還清楚交代容積率 為何會暴增至百分之八百四十 並咬出幕後決策者 釐清金流 不排除會轉污點證人 這份黃錦茂蓋章公文 白紙黑字寫上要爭取時效 恐怕也成了鐵證 但黃錦茂轉為被告 且也是市府高階官員 命運為何和同樣涉案的彭震生 大不同 第一個他已經承認大部分的犯罪事實 法官認為他事後不可能再翻供 第二個大部分的重要證人都已經 羈押禁見 因此他不會有串供之語的問題 根據三地新聞獨家掌握 驚華城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七號 陳情直達市長市 柯文哲兩天後交辦都發局 小組主席游淑慧說到後 怎麼交辦 黃錦茂則說市長是交辦下來的陳情案 就會往上簽 重大爭議案件 要由都委會研議 而在洪建議追問下 黃錦茂坦言正式簽成到市長 由市長簽字同意送都委會 黃錦茂是否因全盤拖出實情 換來交保離開地檢署 若真署時 他恐怕成為全案最新突破口 替檢方打了一劑搶行針 三地新聞到陳林玉君 台北送報道